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要休息一下 时任交通部长的吴红谋 因为普悠玛事件请辞说要休息 但才短短半年又再度回国 这一次将担任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 吴红谋在去年7月16日上任变成交通部长 三个月后却马上发声普悠玛 反复意外上任仅139天 成为1950年以来最短命的交通部长 但预计6月28日他将上任 成为中华邮政董事长 外界质疑这是政治力介入 早就为吴红谋谋好路 今年5月爆发中华邮政物流案 当时董事长和总经理24小时内被撤换 由王国才代理 PC后董事长詹红志更痛批 赤被政治蟑螂乔氏 事发至今不过一个月 行动作竟然火速乔好 还是有黯然下台的前交通部长 政府的用人专门在挑选战私利的 或者出一大堆毛病的 吴红谋就是最好的例子 翻开吴红谋历史 2014年高雄气暴案 他辞去副市长四个月后回任 2016年还任职行政院公共工程主委 隔年担任港务公司董作 这一次也是顺利回国 根据平面媒体消息 中华邮政工会理事长批评政府 根本当游戏看 不排除未来会发动抗议 记者杨世絮 徐章方 台北报道